拿出绑着红缎带的刀 划开春牛的背 准备进行最重要的入宝仪式 用勺子道路开光过的五谷宝物 放入春牛腹中 象征今年四季平安五谷丰收 正统洛门圣母庙迎春牛 是台南市定民俗 每年春牛芒神颜色 是遵循农民力节气古理制作 今年的春牛则是要 注意缺水 我们春牛是有四秋館 八秋冬这样 这个鱼尾后一秋鱼这样 让你看穿蚵子 让人家穿蚵子 放下来这样 所以今年会感到严重 这是纯交我们的过励 今年会缺水 看它的清炒 来看是让水更多的 迎春牛已经传承超过四十年 从摸春牛 春牛绕镜边春牛等等 再以高空烟火炸风炮 来欢送春牛 也是元宵节的一大盛事 每年吸引数十万人参与省会 台湾新春活动不断的 还有嘉义港口供 从大年初一到初五 举办植杯竞赛 奖品不只有汽车 甚至还会送黄金妈祖审相 不同宫库都有独特的新春活动 每年吸引各地信众前来释手气一起热闹一下 你选你居民郑荣文嘉义台南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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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